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本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医生忠告 长期服用降压药 要留意身上的这三种变化 别忽视 早知道早受益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人们的血管弹性也会慢慢的下降 这主要是年龄增长而带来的一种衰老的表现 而此时血液的粘稠状态也会有所增加 在这些问题的影响之下 血液的水平便会存在着相应的升高的问题 所以高血压这种疾病在中老年人群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而且现由经由于饮食习惯的不太好 人们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都不太健康 高血压这种问题也逐渐的趋向于年轻化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 在我们国家当中 每十个人大约就有三个人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高血压的问题 虽然医学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与进步 但是高血压和并发症成为了一种医学的难题 目前暂无一劳永逸的特效药 血压能够遵从医生的医嘱来合力的用药 再加上饮食进行控制 这样才能够使血压保持在合力的状态之内 避免存在着靶向器官受损和并发症的问题 1.降压药什么时候吃效果比较好 在临床方面一般情况下 会要求高血压的患者在早上起床之后来服用降压药 因为绝大部分的高血压的患者在早上都会遇到一个血压升高的高峰值 降压药可以控制血压水平 使高峰值的血压水平能够达到了下降的状态 在正常的状态下 现油精大家服用的降压药一般都是长效的降压药 一天服用一次即可 但是有一些患者很容易在其他的时候时间段存在着血压的高峰值 而对于此类的患者而言 需要在血压再次升高时再次的去服用降压药 以此来巩固血压水平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稳定控制血压 二 降压药吃了就不能停吗 一般的情况下 降压药是通过了扩张血管 抑制交感神经 利尿减少容量等的途径来达到相应的降压作用 在正常的状态之下 服用降压药一般是吃了就不能再停了 若是在服用降压药期间 存在了血压水平持续偏低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调整药量 千万不能够自行的去减药或者是停药 若是因为其他疾病而带来的血压水平的明显降低 比如高血压后期而带来的心力衰竭 心脏泵血功能下降而带来的血压水平偏低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停药 但是停药之后仍然需要进行每日血压水平的监测 3.医生忠告 长期的服用降压药 要留意身上的这三种变化 别忽视 第1个就是心慌心剂 受到兴奋功能相关的影响 会容易使人们存在着呼吸系统交替问题现象 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二氧化碳吸收 会使逆分泌代谢发生紊乱问题 如果在短期内发生了心悸心慌 胸梦心烦意乱等的其他的异常的现象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引起警惕和关注 由于许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药物的期间 会容易使甲元素随着钠离子丢失 然后排泄出身体之外 这个时候若是在短时间内没有合理的补充甲元素 也会容易存在着低加血症的问题 此时就会容易发生心慌、心悸、胸口、 憋闷等方面的身体不适 此时就要及时的就医 然后合理的补充甲元素 第二个就是顽固性的咳嗽 长期服用血管紧张素转换 梅抑制剂降压药物的患者 会容易存在着顽固性的干咳的问题 在服用齿类的降压药的期间 存在顽固性咳嗽的现象 大约能够达到了20%到36.8%左右 一般的情况下 可以随着药物的剂量的减少而自行的改变 但又是长期服用齿类的药物 期间存在着强烈的干咳问题 需要及早的就医 看看需不需要换药 或者是服用其他的药物来进行抑制 第三个就是腹痛腹泻 长期服用某一些的降压药 不仅会容易增加了干肾的代谢压力 也会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胃肠的健康 特别是本身就存在着肠胃功能需要的人群 若是大剂量的去服用某一些的药物 这就很容易会迎来腹痛、腹泻、耳心呕吐等身体表现 这主要就是由于身体内的甲元素的流失过量 从而发生了肠胃功能紊断的问题 以后一定要及早就医 千万不要盲目地使用一些药物 否则反而会容易加重了个人的身体负担 四、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 平时尽量要少吃这三种食物 一、油腻的食物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爱吃一些比较油腻的食物 比如动物内脏、红烧肉等 但是经常吃这一类食物的话 不仅会容易增加肝肾的负担从而带来了肥胖的问题 也会容易降低降压药的药效 并且会容易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 油腻食物在当中含有大量的油脂和胆固醇 不仅会升高血质 也会容易影响血药的水平 二、幼脂 幼脂是现油精比较常见的一种水果 吃起来酸甜可口 而且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水分 长期幼脂可以补充水分 免养盐、润肺止咳 但是如果你正在吃降压药的话 就不太适合去吃幼脂了 这是因为幼脂这种水果当中含有着大量的 孵南香豆素这一类的物质 会容易抑制肝药酶的活性 从而降低了药物在肝脏当中的相关的代谢速度 并且会增加血液当中的降压药的浓度 使血压的水平快速的下降 从而导致了人们发生了低血压问题 三、辛辣食物 现有今很多人都是无辣不欢的状态 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而言 如果饭菜当中少了辣椒 甚至就不太想去吃饭了 而且辣椒吃起来非常的爽 会让人食欲大增 但是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期间 却不太适合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食物过多会容易刺激肠胃 并且会容易妨碍药物的吸收 五、降压药会产生依赖吗? 一般的情况下降压药并不会带来依赖性 也不会产生心理以及精神上的依赖 但是一旦服用降压药就不能够擅置停药了 因为高血压这种疾病并不能够治愈 只能够通过药物来进行控制 绝大多数的高血压都是原发性的高血压 服用药物使血压水平下降 如果不服用药物 没有药物的刺激 血压水平就会上升 六、想要血压得到控制 服用降压药还有几个事项要注意 首先就是服用降压药期间 就算是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 也要好好的吃药 高血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无声的杀手 就是因为血压升高的时候 身体虽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但其实可能身体某一处的血管 已经快偷偷的爆掉了 没有什么症状要吃 就算是血压降下来了也要吃 且一定要长期的坚持吃 没有医生的允许 不要随便的停药换药 有些人会看有些降压药便宜 就会想着缓一缓 虽然你可能会买到更适合自己的 但也会吃到不适合自己的 就算是医生给你的开的降压药的效果 好几天也没有效果 也不要急求成 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时间 要是一吃血压就降 患者自己的身体也会感到不舒服的 总而言之 患上高血压之后 就要好好的谨慎的尊医族来服药 不要盲目的自行更改 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的生活中 除了要注意以上的这三点异常表现外 还需要做好多方面的防护 比如可以适当的保持一定量的运动 积极的调整饮食结构 以及保持一个乐观的形态 等等 这些都有利于提高患者的身体的健康指数 同时尽可能的稳定体内的血压水平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